前总统川普 德州州长艾伯特本月底将携手南下视察边境 请看记者妮扣的报道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周二宣布 他将于6月30日受邀与德州州长艾伯特一起观察德克萨斯州的南部边境 川普在一份声明中批评现任政府 拜登政府从我这里继承的美国历史上最坚固最安全的边境 并在短短几周内将其变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边界危机 这是一个彻底的灾区 在德克萨斯州和墨西哥边境修建一堵墙是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一项关键承诺 但他从未完全兑现 他建造的450英里长的边境墙主要在亚利桑那州 而德州偷渡要塞里埃格兰德河谷的墙相比之下比较不完整 艾伯特上周四宣布德克萨斯州将自己处理此事 并建立自己的边境墙 以阻止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流动 在周二的播客采访中 他详细阐述了这堵墙将至少部分由公众募资 州政府将会在全国各州募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们下期见